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 大秦就是罗马帝国 公元前三世纪 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 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 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 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 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 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 今天在古城威尼斯 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 一千年了 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 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 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 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 东汉诗人西安年在雨林郎意识中 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 长居连礼带 广秀和欢如 头上蓝田玉 而后大秦珠 诗中提到了大秦珠 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 从西域到内地 从宫廷到九四 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 公元九十七年 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初始大秦 可惜的是 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 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 未能完成使命 又过了七十多年 公元一百六十九年九月的一天 东汉都城洛阳张登结彩 一派祥和景象 在微风凛凛的皇家位队的引导护卫之下 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 当朝天子汉环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世 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 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 威加四海的象征 而这一次 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罗马和长安 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 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 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 它永远会 它不仅发生到过去 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 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 早在汉武帝元顶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 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 设置了南海等九军 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 河浦等港口出发 沿近的海航行进入印度洋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 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 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柔和了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边疆 民族等诸多因素 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 勇气与豪情 如今 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 还是海上丝绸之路 都重新焕发了生机 公元2013年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代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 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 2000年来 古老的丝绸之路 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 却依旧繁荣 合作与沟通 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 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 此时 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 正呈现在我们面前 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 然而 我们不会忘记 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 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 凿通了丝绸之路 实现了周末王持有八荒 探索与宇宙的梦想 汉朝开辟丝绸之路 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 一个伟大创举 创举